大家好,我是阿杰 提到朝鲜,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穷 第二印象呢,还是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它一线之隔的韩国 2018年,朝鲜的人均GDP是1360美元 而韩国则有31600美元 总GDP呢,差的也就更多了 不到韩国的2% 两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天差地别 所以才有了脱北者这个词 许多朝鲜人冒着巨大的风险 想跑到南边的韩国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去了韩国最起码不会饿肚子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 朝鲜也算得上是一个准现代化国家 经济远超过那个时候的韩国 当时朝鲜和日本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工业强国 而朝鲜更是被许多欧美国家的媒体 评价为远东奇迹 就像如今的脱北者一样 那个时候很多韩国人也想跑到朝鲜 去过几天好日子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幻呢 那么这半个世纪以来 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为何会沦落至此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你所不知道的朝鲜 1910年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 对朝鲜进行了长达35年的残暴统治 这也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正式结束 日本所占领的地方也重挥自由 这其中就包括朝鲜 二战后出现了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朝鲜半岛就在美苏两国的拉扯下被一分为二 三八线以北向苏联投降 三八线以南由美国管辖 从1945年8月起 三八线两侧的交通电讯和人员的交流就都被切断了 1945年8月15号 在美国的支持下 李承晚率先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大韩民国政府 随后9月9日 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两个人都表示自己才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 于是两国政府隔着三八线 成天拿着喇叭户怼 都说要统一朝鲜 可是没有老大的发话 金日成和李承晚都不敢轻易主动出击 在这期间 国共内战给了金日成很大的鼓舞 同时也是一种刺激 最终在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软磨硬炮下 苏联同意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打算 1950年6月25号 朝鲜军队率先跨过三八线杀入韩国境内 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战争初期 朝鲜军队一路势如破竹 不到三个月就打到了半岛南部的城市大丘 直指韩国的重要港口城市福山 就在韩国马上就要举国下海全民位于的时候 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 把朝鲜人民军的战线拦腰斩断 朝鲜军队全线崩溃 12天后 美军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 金日成带领他的军队一起逃到了中国边界 1950年10月 中方参战 也就是我们课本上讲的抗美援朝 此后的三年里 双方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反复拉锯 几次战役下来 谁都没有办法真正把对方完全赶出朝鲜半岛 战斗至此 两军疲惫不堪 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最终在1953年7月27号 参战各方在板门殿签署了停战协议 朝韩双方以新三八线为界 保持半岛停战状态 朝鲜战争结束 而最惨的要属朝鲜半岛的老百姓了 刚刚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又经历了三年的内战 留给他们的只有一片满目萧然的废墟 和无穷无尽的痛苦 停战后不久 朝鲜开始规划经济重建 当时 战争后的半岛是一片废墟 基础设施被摧毁 工业企业被破坏 军民和平民的大量伤亡 也导致劳动力面临短缺 作为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国家 朝鲜成立后 就一直围绕在苏联的身边 成为老大哥的卫星国 那么为了帮助自己的小弟 尽快恢复经济 苏联也是不遗余力的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 在这种背景下 朝鲜开始了数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 战争过后 金日成先是访问了苏联 苏联很大方的给朝鲜提供了十亿卢布的无偿援助 其中六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重建 四亿用来建设新项目 还有三点一亿贷款可以免息或者推迟还款 这还没完 刚找完苏联 金日成又来到了中国 当时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二哥的中国 也慷慨的免除了战争期间合约14.5亿卢布的贷款 同时还承诺 在今后的四年里 会再提供大约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 之后 金日成又从东欧兄弟国搞来了11.5亿卢布的援助 一下子就使朝鲜拥有了将近60亿卢布的援助 从50年代起 获得援助的朝鲜开始全方位的进行农业改造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 1958年朝鲜宣布 他们已经完成了城市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60年10月 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访华 中国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援助朝鲜 至于偿还期限 我们也表示能还就还 不能还呢还可以延期 推迟个10年20年也未尝不可 甚至等到后代还也可以 为了拉拢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弟 苏联对朝鲜的援助规模更大 而金日成非常聪明 他左右逢源成为了中苏竞争的最大受益者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 从1960年4月开始 苏联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增加到了13亿卢布 此外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 之后 苏联与朝鲜签订了技术援助协定 以及苏朝长期贸易协定 帮助朝鲜建设钢厂 火电厂 炼油厂等 1962年 为满足朝方急需 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 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 全套拆除运往朝鲜 从1958年到1963年这五年 中国就以无锡贷款的方式 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 轴绳厂 塘厂 热工仪标厂 细电器厂 无线电零布建厂 等29个新建项目 而那个时候 咱们过的又是什么日子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964年 朝鲜加入了京护会 这是苏联在1949年成立的组织 目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推行共产主义 让跟着它混的小兄弟们 能够尝到甜头 二战结束后 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 目的是帮助欧洲盟国 恢复因二战而面临崩溃的经济体系 同时也是为了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 对欧洲的渗透 当时美苏两国已经开始了冷战苗头 苏联在东欧的扩张速度也是一时无两 为了加强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控制 苏联相对应推出了莫图洛夫计划 主要就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控制 这也就是金户会的雏形 最初的金户会创始会员国一共有六个 后来又扩大到了正式会员国十一个 观察员国九个 咨询国一个 而朝鲜在1964年作为观察员国 正式加入了金户会 加入金户会以后 朝鲜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这也是朝鲜经济迅速腾飞的主要原因 金户会是一个大市场 苏联搞的就是国际分工的计划经济 加入金户会的国家都不需要搞全面工业化 苏联会根据你的条件安排生产任务 完成任务后就能卖给金户会内的各个国家 根据老大哥的任务安排 朝鲜可以从金户会的成员国里 进口廉价的石油和原材料 再加工成产品卖给金户会的其他国家 就这样 朝鲜与金户会成员国的产业链紧密相连 赚的是盆满钵满 上个世纪60年代 全世界有很多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 朝鲜就已经过上了真正的小康生活 当时金日成去视察朝鲜百姓的生活时 都不看百姓吃了什么 而是看吃的东西味道好不好 那个时候的朝鲜农村就已经实现了村村通电 连偏远的山庄也都有电灯和收音机 要知道 中国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庄 是位于西藏莫托县的巴登村 通电时间是2018年 从60年代开始 朝鲜的经济就因每年25%的增长飞速上升 这可能也是当时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了 东欧的媒体称 朝鲜是远东经济发展的奇迹 朝鲜也与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复苏的日本 并称为东亚双雄 那个时候并不存在什么脱北者 甚至有很多南面的人都想跑到北面去过几天好日子 1970年11月 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金日成宣布 朝鲜已经成功转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1972年 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馆 并于1976年1月竣工 年输油量400万吨 期间 中国又向朝鲜援助了20万千瓦火电厂 平壤地铁等项目 要知道 当时中国也只有首都北京才有地铁 1976年 朝鲜工业的年生产水平已经达到 电力330亿度 煤炭5000万吨 钢400万吨 机床3万台 拖拉机3万台 化肥300万吨 水泥800万吨 在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下 整个70年代 朝鲜的工业产量每年都在飞速增长 人均GDP 人口寿命 十字率也都有明显的提升 当时 朝鲜的社会福利水平非常高 1979年 朝鲜开始实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制度 从幼儿园到小学 再到大学 政府为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校服 内衣 鞋子等生活必需品 除此之外 国家会为每个朝鲜百姓分配住房 甚至连看病也都是免费的 到了80年代初 朝鲜的农业基本可以做到工业机械化 粮食总产量突破了1000万吨 而养活全体国民仅仅需要500万吨 可以说当时的朝鲜粮食非常富足 以农村机械化程度对比 80年代的朝鲜可以达到70%的农业机械化 而中国直到2019年 农村的综合机械化率才有67% 远没有达到朝鲜40多年前的水平 1984年 韩国暴雨引发水灾 朝鲜直接慷慨的拿出了 十多万吨粮食援助韩国 同时还提供了10万吨水泥 和大量的药品等救济物资 那个时候朝鲜的商店里 各种产品琳琅满目 物资供应充足 当然 这其中有很多商品 是京护会的国家提供的 朝鲜作为京护会的议员 与其他成员国 基本都采用记账式的贸易 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外援 正因为朝鲜的经济如此优越 当时半岛内还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韩国人很羡慕朝鲜人的生活条件 甚至有不少韩国人 纷纷偷渡到朝鲜 以此享受高水平的生活 不过要说明的是 朝鲜的繁荣离不开苏联 东欧和中国的大力援助 朝鲜半岛能源贫乏 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 也全部是由苏联提供的 而且半岛北部气候比较寒冷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 大多数也都是由金户会的成员国提供 所以从整体来看 朝鲜的这种繁荣比较脆弱 不具备可持续性 一旦离开了老大哥的援助 其自身的繁荣局面也将不复存在 1991年 随着金户会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 朝鲜也迎来了灭顶之灾 1991年12月26日 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彻底结束 作为苏联小弟的朝鲜 一下子就没有了经济援助和外贸出口对象 很多工厂停工倒闭 工人大量失业 当然 最大的问题还是石油的短缺 支撑朝鲜国内工业体系和农业机械的 全部都是石油 可是自从1991年6月 金户会解散以后 苏联和东欧国家 不再同意把石油低价卖给朝鲜 而是要求朝鲜用黄金或者美元等硬通货 按照市场价格购买 但此时的朝鲜与其他国家 基本没有什么贸易往来 又哪来的美元和黄金呢 失去了强有力的石油资源供给 工厂生产不出足够的化肥 就连拖拉机都因为没有油和零部件而无法使用 粮食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 为了不饿肚子 朝鲜领导人号召百姓上山去开垦荒地 扩大耕地面积 可偏偏不巧的是 1994年朝鲜又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根据叛逃韩国的 已故朝鲜领导人黄长叶的记载 在1995年 平安北道发大水 粮食危机 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而因为抢粮食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 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 往外交去更是成堆的尸体 在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期间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叠加 朝鲜出现了连续十年的大饥荒 朝鲜政府称这段时期为苦难行军 据劳动党内部的说法称 在苦难行军时代 共有大约48万人饿死 流离失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一夜之间朝鲜被打回了农耕时代 在地缘政治遭到巨变以后 朝鲜政府更是变得多疑起来 他们不再相信任何国家开始自我封闭 从那时起 朝鲜疯狂的发展军事 认为军事高于一切 只要军事实力足够强 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还能让其他国家忌惮 1994年 针对朝鲜发展的停滞状况 金日成提出了先军政治的战略 也就是在万叶萧条的背景下 全心全意发展军事 正因为如此 朝鲜触及到了一个 令全世界都反对的红线 那就是研制核武器 当朝鲜有了这一个想法以后 很快就迎来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 可是即便如此 朝鲜仍然一意孤行 甚至关起门来 一膝一意搞军功 大开倒车 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不允许外来物品和人员进入朝鲜 也不允许国内人私自出境 后来 金正南和张成泽都曾有过改革开放的想法 但是在朝鲜独特的体制下 最终都毁灭在了萌芽状态 那朝鲜最艰难的日子又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你可能都想不到 靠的居然是他的死对头 美韩的联合援助 一船一船的粮食从美国韩国运往朝鲜 缓解了朝鲜的粮食危机 当然 这些粮食也不是白给的 美国和韩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 朝鲜核问题的矛盾就越来越大 朝鲜曾被美国核威胁 所以他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核武力量 来保卫本土安全 美韩当然一想阻止 避免半岛局势失控 于是就搞起了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一边对朝鲜严厉制裁 一边用粮食援助来拉拢朝鲜 美韩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通过粮食和经济援助 打通外交渠道 让朝鲜对其态度缓和 主动取消核武计划 不过 这都只是美韩的一厢情愿罢了 朝鲜不仅拿了美韩援助的粮食 度过了最艰难的粮食危机 同时也秘密搞起了核武器 2006年10月14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718号决议 15个国家全部赞成 针对朝鲜在2006年10月9日宣布的核实验 联合国表示将对其进行更严厉的经济和商业制裁 如今的朝鲜 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粮食产量也稳定在四五百吨 谈不上吃好 但至少不会让百姓饿肚子 韩国农村振兴厅数据统计 朝鲜在2023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82万吨 比2002年增加了31万吨 虽然总产量有所增加 可是还没有达到粮食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处预估的 550万吨粮食需求量 朝鲜有2500万居民 如果人均每天消耗500克粮食 那么一天就是需要1.25万吨粮食 2023年增产的31万吨粮食 只需要25天就能消耗殆尽 所以朝鲜的老百姓是很难感受到粮食增产带来的喜悦的 朝鲜的衰落给了世人一个很好的警示 依附于其他国家的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 只有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 而朝鲜的未来又将如何 就只能由那位德高望重的80后决定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阿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